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爱 孤女的坚韧成长 爱情与自我救赎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三国演义 英雄争霸 智谋与权力的较量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 讲述了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的英雄争霸 智谋与权力的较量 作为一位知古见金的教授 我很高兴能为大家分享一些深入见解和有趣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谈谈三国演义的背景 东汉末年 朝廷腐败 天下大乱 各路英雄豪杰纷纷崛起 形成了为 属无 无三国鼎立的局面 罗冠中在这部小说中通过生动的描写和巧妙的情节安排 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性的复杂 说到三国演义 我们不得不提到几个关键人物 比如曹操 这位 知识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 他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又有深厚的文学修养 曹操的 宁教我赴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赴我这 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权谋和野心 再比如 刘备 这位 仁德之君 他以仁义为旗帜 赢得了众多贤才的支持 还有孙权 这位 江东之虎 他在父兄的基础上 建立了东吴政权 成为三国之一 当然 三国演义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诸葛亮的智谋 诸葛亮被誉为卧龙 他不仅精通天文地理 还擅长兵法谋略 诸葛亮的空城记 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当司马懿率大军来袭 诸葛亮却故意打开城门 自己在城楼上弹琴 司马懿见状 疑心有诈 撤军而去 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诸葛亮的智慧 也让我们看到 智谋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除了智谋 三国演义 还充满了权力的较量 比如曹操和袁绍的关渡之战 刘备和孙权的赤壁之战 这些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 更是权力和策略的博弈 每一场战役的胜负 都深刻影响了三国的格局 当然 三国演义 也不乏幽默和趣味 比如张飞的 长版颇一声吼 下退了曹操的百万大军 还有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 展示了他的勇猛和忠义 这些故事不仅让人捧服大笑 也让我们看到 英雄们不仅有智谋和勇气 还有他们独特的个性和魅力 总的来说 三国演义 是一部充满智慧和趣味的经典之作 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了 那个风云变换的时代 也让我们看到 智谋和权力的较量 永远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 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智慧和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西游记 唐僧取经 妖魔鬼怪的奇幻冒险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 西天取经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充满了奇幻冒险 还蕴含了深刻的哲理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唐僧取经和那些妖魔鬼怪的奇幻冒险 首先 唐僧取经的故事背景 设定在唐朝 唐僧的原型是历史上的玄奘法师 他确实曾经前往印度取经 不过小说中的唐僧 可比历史上的玄奘法师 要多灾多难得多 唐僧一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 简直可以开一个妖怪博览会了 说到妖怪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孙悟空的老朋友 白骨精 白骨精三次变身 试图吃掉唐僧 结果每次都被孙悟空识破 这里有个有趣的细节 白骨精的三次变身 分别是村姑 老妇和老翁 代表了人类的三个不同年龄阶段 孙悟空每次都能识破他的伪装 说明了他火眼金睛的厉害 但也让唐僧误会他滥杀无辜 最终导致孙悟空被逐出尸门 这一段不仅展示了孙悟空的智慧和勇气 也反映了唐僧的善良和执着 再说说猪八戒 这位二师兄可是个十足的吃货和色鬼 他前世是天鹏元帅 因为调戏嫦娥被贬下凡间 变成了猪妖 猪八戒虽然贪吃好色 但他也有自己的优点 比如力气大忠诚 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的那一段 猪八戒为了娶高小姐甘愿做牛做马 结果被孙悟空识破 最终心甘情愿地跟随唐僧取经 这一段不仅充满了喜剧色彩 也让我们看到了猪八戒的另一面 沙僧是唐僧的三徒弟 他的前世是卷帘大将 因为打碎了琉璃斩 被贬下凡间 变成了沙和尚 沙僧的性格沉稳 忠厚是团队中的老好人 他虽然没有孙悟空的神通广大 也没有猪八戒的力气 但他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团队中的许多琐事 是不可或缺的一员 当然不能忘记我们的主角孙悟空 这位齐天大圣 可是《西游记》中最受欢迎的角色 他大闹天宫 三打白骨精 智斗红孩儿 每一段故事都充满了惊险和刺激 孙悟空的形象 不仅代表了反抗精神和自由意志 也象征着智慧和勇气 他的金箍棒金斗云 七十二遍 每一样都让人叹为观止 《西游记》 不仅仅是一个奇幻冒险的故事 他还蕴含了许多深刻的哲理 比如 唐僧师徒四人 代表了人类的不同性格和缺点 只有团结合作 才能克服困难 最终取得真经 这也告诉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 团队合作和互相理解 是多么重要 总的来说 《西游记》是一部充满奇幻冒险 幽默风趣的经典之作 它不仅带给我们无尽的想象和乐趣 还让我们在笑声中 思考人生的真谛 希望大家在重温这部经典时 能够发现更多有趣的细节 和深刻的内涵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简爱 孤女的坚韧成长 爱情与自我救熟 简爱是夏洛特·伯朗特的经典之作 讲述了一个孤女简 爱在逆境中成长 并最终找到自我和爱情的故事 这个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爱情小说 更是一个关于自我发现和坚韧不拔的成长历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简爱的成长背景 简从小失去父母 被寄养在冷酷无情的旧母家中 她在旧母家受尽欺凌 但她并没有因此屈服 相反 她展现出了非凡的坚韧和勇气 简的童年可以说是地狱模式的开局 但她却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 逐步走出了困境 在洛伍德学校 简遇到了她的第一位良师义友 海伦 彭斯 海伦教会了简宽容和忍耐 但也让简明白了自尊和自我价值的重要性 可以说 海伦是简成长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虽然她的生命短暂 但她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接下来简成为了桑菲尔德庄园的家庭教师 遇到了她生命中的挚爱 罗切斯特先生 罗切斯特是一个复杂而神秘的人物 她的过去充满了秘密和痛苦 然而 简并没有被这些所吓倒 她用自己的真诚和智慧 逐渐赢得了罗切斯特的心 然而 爱情的道路并不平坦 当简发现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 她选择了离开 这个决定展示了简对自我尊严的坚守 她宁愿放弃爱情 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 简的这一选择 即使对自我的救赎 也是对爱情的重新定义 在离开罗切斯特后 简经历了一段 艰难的时光 但她并没有放弃 她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继承了一笔遗产 重新找回了自信和独立 最终 当她得知罗切斯特在火灾中 失去了势力和财产时 她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她的身边 这一次 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平等 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简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简爱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自我发现 和坚韧成长的故事 简爱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 只要坚持自我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就一定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最后 用一句幽默的话来总结 简爱就像是一杯浓烈的咖啡 虽然苦涩 但却充满了力量和温暖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的苦难 只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甜蜜时刻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探寻了三国时期的英雄智谋 稀有取经的奇幻冒险 以及简爱的坚韧成长 真是过瘾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旅程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 充满了智慧 幽默和感动 无论是曹操的权谋 诸葛亮的空城记 还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猪八戒的憨厚可 亦或是简爱的坚韧与勇敢 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对人性 智慧和勇气 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国英雄教会我们 智谋与权力的较量 永远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唐僧师徒的取经之路提醒我们 奇幻的冒险中 充满了哲理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而简爱的成长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艰难 只要坚守自我 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希望你们在我的讲解中 不仅收获了知识 还能感受到这些经典作品的魅力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有趣的想法 欢迎随时与我分享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期待在评论区 看到你们的精彩讨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问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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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